而27号搬往台东的北南乡太平地区也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 79岁郑姓老翁骑着机车载着76岁的蔡姓妻子 行经转弯出的时候不小心摔入水沟里头 警方到场赶快把两个人救出来送医救治 不过老翁相中不治 而老妇人还在急救当中 现场一辆机车以倒栽葱的方式跌落水沟 两点安全帽更喷飞到石宫寺院 这起事故就发生在27号晚间 台东被难乡一对老农夫妻骑机车行经此处 因此因为过弯不慎摔入了80公分深的水沟 民众见状赶紧报案 正式民众骑乘机车附载蔡姓乘客 行驶于民生路86项 欲走转至和平路310项口时 不慎摔入水沟 救护人员抵达后立即将两人送医急救 初步检视两人身上并没有遭受重疾的迹象 但送医后老翁仍宣告不治 研判是老夫妇年纪已大 摔入水沟后可能已经撞到昏迷屋里爬起 最后被人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至于这起意外确切原因及详细死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